如果想找兩個整數的HCF最大功因素 可以由這個program開始先 先輸入一個整數叫m 接著d由1開始 只要d是小個或等於m 就印d出來,接著d++ 所以如果入的是12的話 就印1到12 試試行一次 輸入12,印1到12 如果輸入10的話 就印1到10 接著再加一個數給它 今次入兩個整數 一個是m,一個是n 於是我們加一個條件給它 d等於1開始 如果d小個或等於m 同時d小個或等於n 即是兩個數 最小的那個 就決定了你做幾次 我們試試行一次 入的如果是12 和20的話 它就會做12次 如果我要今次 入的12和5 它會做5次 接著再改一改它 我們不要隨便印了 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m%d等於0 同時n%d等於0 即是說 這個數能夠整除它兩個的話 我們才印出畫面 加個大括給它 因為要做兩句 除非 除以印出來之外 我設定了d 做我們的hcf 再看一次 如果d能夠整除m 亦能夠整除n 的話 兩個都能夠整除 這個就是它的功因數 把d設定做hcf 最後我們印出畫面 於是我們再走一次 假設今次入的是12和24 它們的功因數有1 2 3 4 6和12 而最大的那個就是12 於是呢 Xcf最初等於1 跟著等於2 3 4 6 最後放下去的12 於是呢 印出畫面呢 就是最後的12 再試多一個 那譬如呢 24 和這個60 那你的功因數呢 那你的功因數呢 同樣地都是1 2 3 4 6 12呢 那最大的 是12